第二百三十一章 准备工作 秦宇断定了 柳柳肯定是被些精怪上心 因为只有精怪上身 人才会保持清醒 而个问 有参啊 那我们现在做些什么好啊 为什么仍要等到今晚呢 现在随便搞定它就可以了 秦宇没回答 他笑了笑和老大说 老大 明天是你的大婚日子 你就不要跟着我们了 今晚我和二哥 还有四三个人过来就行了 那你们要小心点 无论是什么精怪都好 你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 孟儿说 秦宇啊 我晚上今天你们一起去吧 好不好啊 你们女孩就不要过来了 对付精怪不适合有女孩在那里 因为女孩身上的阴气 很多时候都会被精怪利用的 我要对付精怪 就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 不可以被他逃脱 如果不是 所以就后患无疏了 孟儿听到秦宇这么说也都没有再坚持 那几个人回到老大家吃了饭之后呢 秦宇就和二哥还有阿四 几个人就出去做准备了 二哥说 阿三 我们等一会儿要做些什么 那只精怪 那个样子得不得人害怕的 秦宇说 那你会不会害怕一只黄鼠狼 或者一只兔子呢 精怪的本体呢 还是那些动物来的 那当然 有些动物是挺得人害怕的 例如说蛇之类的那些 嘿 没问题 对了 二哥 你是不是青头仔来的 哈哈 秦宇你问这些东西 二哥不好意思的啊 叫你讲一讲吧 哎 二哥虽然一一只工的啊 但是高中的时候就 嘿嘿嘿嘿嘿 哦 那行了 你不想知道我高中发生什么事吗 不想 那 二哥 哇 你在镇上边 随便找个小孩 叫他磨尿尿 落个矿泉水瓶里 然后你拿个瓶给我 我们晚上要用了 你为什么要我去啊 阿四去都可以啊 你去都可以啊 阿四等会儿 要跟我去做其他东西 你不去的话 那我就叫阿四去的啦 但是等会儿阿四做的东西 比叫小孩磨尿尿的 如果你想清楚啊 哎 辛苦啊辛苦啊 不要紧要啊 喂 阿四 你去弄些童子尿回来 二哥说完就哄了 阿四 阿四就没办法了 那他去买矿泉水 那不就主要是拿个瓶的 而已 秦宇说 那二哥 你自己选的啊 到时不要缩沙 嘿嘿 你当你二哥是什么人啊 怎么样啊 要做什么啊 我们离开这里再说 说完 他就和二哥离开了小镇中心 他们去到之前和孟瑶散步的那块田那里 那田上面呢 还有很多居民在做工的 秦宇指了一下前边那块空地就说 二哥 你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等会用阿四带回来的童子尿 混一堆水泥出来 呃 什么啊 你叫我拿点尿来混水泥 你 你傻了啊你 是啊 二哥你自己选的 喂喂喂 不是话心 我和老舍有东西做 那你呢 你自己在那里看啊 你不能混的啊 我大把东西做啊 等阿四过来呢 你们两个就搞这个了 然后秦宇就拿了扭扭的衣服出来 他把衣服放在空地上 护身 用手掌抚平回衣服 就好像手掌在烫斗那样 很认真在烫着衣服 他的表情很淡定 但是 手下的动作就不是那么淡定了 经他的手一摸过 那件衣服 冒起一阵白烟 真的好像烫斗那样的 而衣服每个地方都被他摸过之后 秦宇输了一口气 把衣服拿起来 用手抹了一下额头的汗 而二哥这个时候 一只手捏住鼻子 一只手拿着树枝 护下身在搅着面前的那摊泥呢 秦宇还没走过去 就闻到一股尿压味 而阿四就有这么远躲这么远 秦宇把手上那件衣服扔给二哥说 二哥 辛苦你了 把天泥涂到这件衣服那里 记得 一定要涂云了 然后他就转过来走了 他和阿四一起去了五金店那里 秦宇说 老妻 你可以帮我看看 有没有这种串钉 给三斤我 串钉就是那种一串长的铁钉 一般人很少用这么长的钉 不过幸运 这家五金店真的有 就称了三斤串钉 也就是十二支 每支串钉有三两重的 拿起来都挺聚首的 串钉买好之后 秦宇要准备的东西就差不多搞定了 两个人就回到空地 二哥虽然说不做不做 但是做起来都挺细心的 衣服的泥被他涂得非常均匀 于是二哥拿着衣服 跟着秦宇他们就回到田家 不过他们三个就没有进去 秦宇将买回来的三斤串钉 放在门板石上 然后三个人就很小心地 由另一边走进去 田师傅就没有关门 他这个时候坐在大厅 看到秦宇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摸进来 秦宇说 田师傅 这件衣服你帮我拿换去 然后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 你都在一边看得了 不要出声 也都不要做事 田师傅接过二哥手上的那件衣服 把衣服放在鼻子上 他说 这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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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髒 这么多泥 到时候再跟你说 你帮我换换换衣服 还有二哥 今晚你是主力 对付精怪 就要看你了 啊 我 我是主力 我怎么会对付精怪 精怪是修炼有成的 跟鬼不一样 他是有实体的 而且都很大力 我们三个应该不够力 所以我要请神 我看了一下 我们三个就二哥你的身材 最适合上身 什么 请神上身 三你的意思是 请神先上我身 然后我和精怪拼命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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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都不够 我用什么是这么打的 二哥 请神上身之后 你的身体就会变得不一样 今次我打算请巨力神 你让他上身之后 就会很大力 完全不用怕精怪的 大力力力 你不叫他上你身 你傻傻地 又想化我 我有其他事情做 没有办法 既然二哥你不肯的话 那算了 阿四你来吧 请神上身 可能一辈子 只有一次机会 你想想 等会你一拳可以打穿铁板 一手可以举起几千斤重的东西 真是威 但是 说到这里 秦宇对着阿四斩了下眼 阿四明白了 他说 三哥 怎样做 你告诉我 上身之后 我就是超人 是吧 超人 怎么可以跟神比 等神上身之后 你就会知道 而且 听说给神上身之后 人的身体素质 都会有很大提升 总之等会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开始作法了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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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等等 三 我想过了 你这件事都是 等我来了 因为畢竟 阿二哥 就是你们三个当中排行最大的 本来大哥就应该来 但是明天他结婚就没来 所以 对付精怪的东西 就唯有我顶上了 秦宇对着亚四眨了一下眼 看来二哥真是入了狼了 秦宇说 想要请神 除了我司法之外 二哥你都要捱点苦 当然眨下眼而已 很快过 来吧 男子汉大丈夫最不怕捱苦的了 好 秦宇说完 就在个袋里扔了一张符录出来 他说 二哥 你现在看着这张符录 哦 我看着的了 录得眼睛大一大 好 秦宇突然间拿着符录 结了手印 二哥未来得及反应 他就将拿着符录的手 撞到二哥的眼里 眼看着秦宇的手 就快接触到二哥的眼珠 突然一声 一声 一团火光出现 手上的符录 燃烧起来了 虽然燃烧的距离很近 但是二哥的眼睫毛就没有燃烧到 他现在整个人 牛仔在那里移动都不动 好像被人点了月 对眼定定地看着前边 那究竟 是不是已经上了身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第二百三十二章 秦宇突然间拿着符录 结了手印 二哥未来得及反应 他就将拿着符录的手 撞到二哥的眼里 眼看着秦宇的手 就快接触到二哥的眼珠 突然一声 一声 一团火光出现 手上的符录燃烧起来了 虽然燃烧的距离很近 但是二哥的眼睫毛就没有燃烧到 他现在整个人 牛仔在那里移动都不动 好像被人点了月 对眼定定地看着前边 阿四说 三哥 二哥搞什么 为什么定了这样 秦宇说 差不多了 他现在进入入定状态 请神上身之前 一定要进入定状态 说完 秦宇又掩了另外一张符 他说 天雷尊尊 龙虎交兵 日月照明 照我分明 远去朋友 接我号令 调到天兵天将 地兵地将 神兵神将 冠兵官将 五雷神将 扶之乃行 巨力神烟 急急如律令 说完 他就将符络帚在二哥的背脊上 二哥整个身体一阵 然后眉上眼 站得直不得动都不动 秦宇说 阿四 过来帮手 将二哥抱在一边 阿四走过来 兜着二哥看了一圈 他说 二哥这样 就是请神上身的 没错 只要将二哥背脊那张符络一灭 二哥就会很大力 他们两个人 夹手夹脚抱起二哥 好像抱着一圈雕塑 将二哥抱到门后边 那现在看回时间 差不多晚上十一点 眼看着就快过子时了 秦宇就和阿四出了田家 挖着田家外面那幅墙 拿了支烟出来点着 阿四就说 三哥 我们现在就在那儿等 秦宇说 嗯 我们在那儿等下 里面有没有动静 一有动静 阿四你就迷到二哥身边 到时我给你信号 你将他背脊那张符络 撕掉就行了 然后他们两个 就一边煲烟一边等 去到半夜十二点钟 镇上边家家糊了 关灯休息 只得路灯的光 照射出秦宇和阿四两个人的身影 忽然间 一阵私心烈肺烈叫喊声 由田家传出来 啊 他们一听这些声音 当堂精神一阵 这些声音很清脆的 是小女儿的叫声来的 应该就扭扭叫的了 秦宇说 走了 他们两个人就急区冲到田家 秦宇低头望了一下 门口石板那三口铁钉 现在呢 那三口铁钉已经是弭灵弭称了 秦宇摘起身 其中一口铁钉上边还有很黏绸的液体 这种液体是血来的 一见到血 秦宇就开心 然后他啪一声 一脚兜开洞门跑了进去 田家的大厅黑妈妈 但是房间里面就有灯 田师傅很害怕 他说 老老 老老你什么意思啊 秦宇冲进去说 不要碰扭扭扭 这个时候 只见扭扭在床上滚来滚去 不时发出一声哀叫 见到秦宇进来 手里面还拿着几口铁钉 他的眼神变得很怨毒 死死地挖住秦宇 田师傅急了 他说 扭扭发生什么事啊 以前他不会这样的 秦宇说 你以为 你在扭扭身体里面就没事了吗 怎样啊 童子尿是否很难顶啊 好了 科普时间又来了 童子尿其实是阳气很重的一件事 对精怪的杀伤力是非常之巨大 而秦宇将童子尿涂到衣服里 就是为了对付这个精怪 至于泥呢 就用来蒙蔽精怪的鼻和眼睛 涂了泥的衣服 虽然那股尿脂 人是闻到 但是精怪是感受不到的 泥有隔绝气味和视线的作用 如果人将全身涂泥的话 精怪也看不到它 所以 为什么不将衣服直接浸童子尿 而要将构了童子尿的泥抹到衣服里 就是这个意思了 秦宇跟着呢 就从袋里扔了剩下几口铁钉出来 他对准扭扭 他说 身上哪件衣服有童子尿 你的力量都发挥不到出来 那现在 是你自己出来 还是让我动手 这个时候 躺在床上 被扭扭他没有再叫了 他的眼神 开始变得很冰冷 没有任何一丝表情 这样望着秦宇 秦宇说 你真的以为 你在扭扭身体里面不出来 我就没办法赶你出来吗 秦宇真的有办法 他去五金店买九口铁钉 就不是用来玩的 因为诸葛内经有记载 这种叫做九钉镇 是以九口铁钉作为器物 钉在被赏身人的身上九处越位 最后就可以将精怪 由人的身体那里逼出来 眼睛看着 秦宇一步一步走近 突然间 从床上弹起 看一看一看 好像想着走一样 但是 刚刚跳下床 就好像被什么压住了 整个躲在地上 秦宇这个时候 马上冲上去 这么确定的身体 他说 田师傅 你这个女儿是被精怪上身 今天我来帮你的女儿将精怪驱逐出去 你见不见到那些九口铁钉 在每口铁上面 都滴一滴你的血上去 我 田师傅的狼胎 秦宇把他给狗铁钉 叫他每口铁都滴一滴血 其实只要戒損手指 滴一滴就OK了 但是田师傅就拿起一把菜刀 对着手一解 血就麻把声涌出来了 看得唇乙都呛了 田师傅说 你给点铁钉糊 童子的尿虽然厉害 但是也有一个时效性 一旦蒸发干净就没用了 幸好田师傅反应快 很快将铁钉沾了血 然后递回给秦宇 秦宇口念咒文 将其中一口铁钉 钉到扭扭的脚板底 他一插 扭扭当同叫到通珠那么大声 但是奇怪的是 口铁钉有三分入了脚板底 不过就一滴血都没流出 插完第一口之后 秦宇又继续插第二口 接着就是两只脚的关节位 然后再是腰间 再是肩膀 八口铁钉插进去 扭扭动不了 但是那双眼还是很怨毒的 因为被秦宇按住他看不到秦宇 但是旁边的阿四 和田师傅都被他望得打难阻 秦宇拿起最后一口铁钉 对着扭扭头顶的百活月就说 和我爬出来 然后他用力一拍张一口铁钉 拍下去 哇 扭扭当同叫了出来 叫得好凄厉啊 这些声音根本就不像一个女孩可以发出来的声音 他整个身体疯狂地抽搐几下 接着就没有动静 而这个时候 屋里面突然露起一阵黑烟 一个黄色的身影在黑烟当中出现 秦宇一见到这个身影就说 哼 果然真是黄鼠狼 黄鼠狼现身之后他就没有走 而是冲向秦宇那里 秦宇也都不急 他早有准备 一旦扭扭体内的精怪出来 第一个肯定是会对秦宇落手的 只见秦宇手里面出现一团火球 他说 五行爆火符 去 然后手一仰 火球就撲到黄鼠狼里 两者相遇 砰一声 火球爆裂开 而那只黄鼠狼就咻一声 退回去 站在床头上 黑烟很快散去 他们几个人 这个时候才看清楚 这只成了精的黄鼠狼 他的模式已经是深黄色了 和一般黄鼠狼的中黄色有明显区别 他举起对爪 在灯光的照射底下 只要闪耀着寒光 不过 这也不是最可怕的 令秦宇最可怕的是黄鼠狼的眼睛 这对眼 没有眼睛 空洞洞 只得眼白 看到人心都方黄 秦宇说 想不到你还是盲的 说到这里 也要做一些安全提示 秦宇刚才做到的一些驱邪术 就纯粹是小说当中的描写 大家千万不要去五金店买钉 自己又回家试试 这样是犯法的 有事都是要去医院提医生 好了 秦宇说完他是盲的之后 是一只黄鼠狼 似乎听到秦宇说的说话 他一一开棚牙 大声在那里喊 那只爪就吐吐吐吐吐吐 不过 他没有冲上去 似乎他感觉到秦宇不要欺负 秦宇说 我就很好奇了 好像你们这样的珍怪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在一个人身上流太久 一般骗到香火就走了 但是为什么 你上了柳柳身 上了几年都不肯走 这只黄鼠狼明显是属于野仙范畴 那什么叫做野仙呢 就即是指没有人供奉的 但是同样喜欢吞吐吐香火的精怪 这类精怪靠上人身 然后就骗香火 只不过 野仙一般只会在一个人身上 逗留一段时间 等这个人供奉香火之后 就选择离开 好像这样 在一个人身上连续流这么多年的野仙范很少见 在北方 经常都有说 有些人开始胡说话又吐白泡 手没足道 那他们的家人就会放一些贡品 然后烧香拜祭 就是怕这些人被野仙上了身 所以他们就会放香火贡品 用来烧灾 而野仙食用完香火贡品之后也会走 所以野仙鹿的饭是烤炸落索的 但是 为什么他这么久都不走呢 这个时候 黄鼠狼开声说话 他的声音很尖的 好像在喉咙叮里逼出来的声音 他说 你是哪家的弟子 本大仙的事 不到你来 你如果现在走 本大仙可以既往不救 要不然 就不要怪本大仙不客气呢 阿四和田师傅两个人 鸡皮都树起了 他们好像见到鬼似的 想不到黄鼠狼还会说话 两个人压大口 只有个洞 那究竟 秦宇又会怎么治他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第233章 上身的理由 这个时候 黄鼠狼开声说话 他的声音很尖的 好像在喉咙叮里逼出来的声音 他说 你是哪家的弟子 本大仙的事 不到你来 你如果现在走 本大仙可以既往不救 如果不是 就不要怪本大仙不客气呢 秦宇说 畜生就是畜生 自己说自己是大仙 真的这么厉害 你就不会让我赶出扭扭的体内 现在你被我震了出来 已经是魂魄受了伤 除了修炼出来的一身蛮力 你还有什么本事呢 秦宇说到这里 他看着这只黄鼠狼 这只黄鼠狼 有一米多高 整身的毛都插起了 他说话的时候 露出嘴里的牙齿 很陰森 对眼死死地挖住秦宇 但是秦宇知道 这只黄鼠狼 刚才被他 由扭扭身体里面浸出来的时候 已经受了伤 一身的法力 已经没了七八成 现在是死撑的 这个时候 田师傅见机 他马上冲过去抱起个女儿 而阿四呢 也都接收到秦宇的眼神 他们两个退出监房 而就在这个时候 黄鼠狼突然间说 地战的人 你已经生了本大仙 本大仙 要将你撕成碎片 说完 他举起对手 就撲起秦宇那树 秦宇不敢轻敌 因为黄鼠狼精 虽然魂魄被震伤 但是他是修炼成精 无论是力气也好 或者速度也好 秦宇根本就比不上 只见这一阵时 一阵黄光在秦宇面前闪过 秦宇快拼了个五行爆火符出去 但是这次呢 这张扶鹿就目击中黄鼠狼精 接着 这道黄色身影 在秦宇身边一闪过 这只黄鼠狼狡猫了 原来对 他只是扮东西攻过来 实际他想走路的 黄鼠狼说 本大仙以后再问你算账 今次就放过你先 他把声音好像很得戏 似乎在笑着 秦宇你给我玩 黄鼠狼始终都是狡猾的动物 而狡猾这种特性 令到他从来不会轻易冒险 除非有必性的把握 不过 当他离开的时候 秦宇在他身后笑了一笑 那种笑容是空有成竹的笑容 秦宇对着门口大声喊 阿四 师父鹿 去 阿四见了阿四 然后一脚兜落到门上 碰 半边门就关了 他伸手 将门后边 而过背着那张扶鹿 一撕就撕了下来 将扶鹿一撕 二哥的眼睛 马上滚到大一带 全身上下 散发着一种威严 这个时候 二哥看见 在房里边捐了一只黄鼠狼精 他马上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冲到黄鼠狼精 那只黄鼠狼精说 举力神附身 然后他又跑快点 好像一道残影 拼命冲去门口 但是 巨力神作为天神天象之一 对精怪的气息自然就很敏感了 一旦锁定了之后 那些精怪就很难脱身了 那只黄鼠狼精也知道这点 如果他的魂魄没有受伤 说不定还可以跟巨力神搏一搏 但是现在就只能先走老了 这里除了巨力神附身的人之外 那个年轻人似乎都不要欺负了 若然两个抽得一个 那就是自己拿力碎了 秦宇看着黄鼠狼拼命跑 他心想 跟巨力神比速度 你真是找来搞 巨力神除了大力之外 速度也是他最擅长的 所以眼看着黄鼠狼 冲到去门口那边 半个身经揽了出去 他面上露出笑容 但是突然间 感觉到身后有很大的力量 将他成绩扯回头 将他把行一下撞到墙上 只见 二哥就好像一个撞汗那样 站在门口 手里边还拿着一支毛 这支毛 就是黄鼠狼尾上扯下来 原来对 就是二哥就把黄鼠狼 整只扯回来 黄鼠狼整只撞了墙 撞到梦墙都穿了个大咕咚 他说 你们 本大仙 和你们死过 黄鼠狼对眼 只得眼磅 加上现在的表情很真灵 一般人见到他 就黑到半条人命了 不过 秦宇和二哥 就一点都没有退缩 对眼依然死死地挖住黄鼠狼精 这个时候 黄鼠狼精一咬牙 他说 是你们 逼我 然后忽然间 他就开始说话了 那些语调变得很慢 声音很低沉 但是就令人无法忽视 听到这些声音 秦宇面试一变 糟了 他叫人帮忙 黄鼠狼在民间 有时候被叫大仙 很多人不敢得罪他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黄鼠狼很团结 和报复性很强 这种动物虽然狡猾 但是是群居动物 所以非常脱结 在农村 一旦有农民打伤了黄鼠狼 但是没有杀死他的话 那你等着来了 这帮黄鼠狼群肯定会报复的 一只黄鼠狼 可能一次只可以偷你一只鸡 或者一只鸭 但是一群黄鼠狼 这样就得人害怕了 在某个乡下 曾经有个农民 家里的鸡舍 发现了 有只黄鼠狼 在吃鸡 那么这个农民 就拿起手上的铁铲 就拍到黄鼠狼那里 但是就拍不死他 只是拍断了他的脚 那之后 那农民就把自己的鸡舍 重新整过一次 将被黄鼠狼咬穿了的地方 用水泥填回它 那家里的鸡仔 就再也没有租过黄鼠狼独守 过了很久了 那农民差点都不记得这件事了 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 那农民起床的时候 发现有点不妥 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很快想到了 今天那些公鸡没有叫 那于是他就走去鸡舍那里看看 一看 当堂吓了一大跳 整个鸡舍 被咬得融融烂烂烂 地下那里全部都是鸡毛 不少鸡仔 那条鸡咬断了死在地下 那如家里那只鸣了五六年的老公鸡 也遭遇毒手 整只就躺在地上 不过在老公鸡的鸡嘴里 农民发现了一只黄鼠狼的墨 他明白了 这只黄鼠狼肯定是当时那只断了脚的黄鼠狼回来报仇 家人黄鼠狼又忌仇又忍得 只有等到他认为没有危险的时候 才会回来报仇 而这个农民也很硬 家里的鸡仔都死了 他也一股怨气 决定要换一换这只黄鼠狼 于是他又从农贸市场那里 买了一批新的鸡仔回来 运在鸡舍那里 自己就拿着柴刀躲在角落头 若然等一会那只黄鼠狼出现 一刀就鞠了他 但是去到晚上 那农民被眼前的景象吓了 因为去到凌晨 那院的围墙那里出现了很多对陆点 那农民看清楚 吓得差点刀都掉在地上 原来墙头那里竟然站满了密麻麻的黄鼠狼 那些黄鼠狼又在墙上跳下来 大摇大摆走入鸡舍 把里面的鸡仔一只二只咬死了 是啊 只是咬死的就是他们没有吃的鸡仔 咬死了那些鸡仔之后 他们又一只二只跳出去 那农民就躲在角落头那里 他根本不敢出去 不过他发现 在这些黄鼠狼当中 有一只是跛脚的 而这只黄鼠狼 也是最后一只由鸡舍那里跳出去 这只黄鼠狼咬死了鸡仔之后 在跳上院场之前 对着龙民躲在角落头望了一眼 眼神当中带着饥饿 似乎在笑着龙民小胆 今次可以肯定 这只黄鼠狼就是几个月之前 被他吵死那只 那怎么收货呢 他知道这群黄鼠狼不会就这么算 于是 他找到当地一位很有威望的老人家 将这件事跟他说了 老人家听了之后就起堂眉了 肯定是黄鼠狼回来报复 想解决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就是找一位会请大仙的巫婆来 叫他请黄大仙上身 然后就跟黄鼠狼在那里讲素 给他一些好东西吃 给他一些好东西喝 那么 曬个孕之后 希望他们就这么算素 不过 龙民就说这个方法不行 要他承低威 怎样都不需要 接着 就有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就是将他们全部做低 而且一只都不能放走 因为放走一只的话 可能又会有第二班过来 而黄鼠狼最怕就是火 所以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全部黄鼠狼引起来 然后一把火全都烧死了 那些农民一听 咦? 好像第二个方法都可以 那就是第二个方法 于是 那老人家就找来村里面的一些男人 那些男人都很愿意 夹准去对付这班黄鼠狼 那他们首先就在村的附近 撤下一些陷阱 去捉几只黄鼠狼 然后 又叫村里面的人 准备一些干柴 在干柴上 淋梅油 就放在农民家 院长外边 入夜了 老人家安排村里面的那些年轻人 拿在农民家外边 又安排了一批人 躲在农民家里面 而农民呢 就把村里面的猎人捉回来的几只黄鼠狼 剥了皮 挂在院长里面 那些黄鼠狼 看到自己的同伴被剥皮 肯定忍不住 一定回来找农民报仇 只要他们进来 再把外边的柴点穿 关门打狗 就可以把黄鼠狼一网打尽 果然 看到农夫里面 掛着同伴的尸体 这些黄鼠狼生气了 平时他们是凌晨才来的 但是呢 今次天一刻 他们就出现了 这些黄鼠狼 由长顺边跳下来 农民数了一数 哇 有六百多只 这个族群真的大了 这些黄鼠狼跳进去之后 第一时间 就想拿回 掛在竹竿上面 自己同伴的尸体 与此同时 老人家一声令下 躲在村外边的村民 纷纷将柴火全部点着 同时间 那些年轻人 也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 从房那里冲出来 最后 这场村民和黄鼠狼的大战 自然就是村民赢了 不过 黄鼠狼喜欢报仇的明星 也都传了出去 很多地方 都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 对付黄鼠狼 一是不打 一打 就要打到他死 秦宇说 我明白了 你对眼是被田师傅 某位祖先打伤的 那时候 你应该还没修炼成精 等你修炼成精的时候 你发现当初打伤你对眼的人 已经死了 但是他的后人还在 所以你打算 报复他的后人 就是这样 你才会上柳柳身 上了这么多年 那只黄鼠狼听到秦宇的说话 哼 那一射 但是就没有反驳 你一射 其实就等于默形 那秦宇又会怎么对付他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第二百三十四章 制伏 秦宇说 我明白了 你对眼是被田师傅某位祖先打伤的 那时候 你应该还没修炼成精 等你修炼成精的时候 你发现当初打伤你对眼的人 已经死了 但是他的后人还在 所以你打算 报复他的后人 就是这样 你才会上柳柳身 上了这么多年 那只黄鼠狼听到秦宇的说话 哼 那一声 但是就没有反驳 秦宇猜得没错 一百多年前 这只黄鼠狼 还在一只普通的黄鼠狼的时候 有一次 在农户家里偷鸡 就被农户打伤了眼 而那个农户呢 就是田师傅的祖先 这只黄鼠狼被打伤眼之后 就在深山那里修炼 直到前几年 才达到精怪境界出山 出山之后第一件事 就是要报仇 只可惜 几百年过去 当初的农户一早就死了 不过 这只黄鼠狼见到自己的仇人死了之后 就没有放弃报仇 而是找到仇人的后人 也就是田师傅 那时候 田师傅的女儿 扭扭英两岁 所以 黄鼠狼精 就决定上扭扭身 令到这家人 倾家荡产 这条桥也算坏了 黄鼠狼这些东西 报复心很强的 在所有动物之中 可以排上前衫 对于一些 报复心这么强的动物 秦宇自然就不会放他走 否则 这只黄鼠狼精 以后找他家人 或者后人去报仇 到时秦宇说不定死了 他又怎么办呢 所以秦宇说 二哥 上 只见 被巨力神上了身的二哥 一步踏出 他人好像风一声 就去到黄鼠狼精的面前 这只黄鼠狼知道今后走不掉 唯有跟你死过 于是他大叫一声 举起的爪就冲到二哥那里 二哥一个回旋 身体一闪 避开了黄鼠狼精的爪 然后他左手一踏 按在黄鼠狼的肩头那里 用力一捏 咳咳咳 一连圈的骨头声一声 那只黄鼠狼 整只手臂就这样吠了 黄鼠狼痛 他抹大口 咳咳一声 噴出一团黄色的烟霧 这种烟霧很臭的 秦宇见到了 劳劳琳和亚四和田师傅说 你们先离开这里 这东西是什么 这东西原来就是黄鼠狼的绝招 一般黄鼠狼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会放臭气来攻走敌人 但是成了精的黄鼠狼 臭气反而是他们精气神凝结所在 就不会轻易用的 用一次 很多年的修炼就算是百年了 听到秦宇这么说 亚四和田师傅 马上背着扭扭扭 拼命地跑出门口 他们都看出来 秦宇没有一定的把握 可以对付这只黄鼠狼精 他们两个走了之后 秦宇就扔了一张符绿出来 拿着符绿的手 结了手印之后 他们手一扬 五行最丰富 去 一道小型的龙卷风平地而起 快速向黄鼠狼噴出来的环墓卷去 这个黄墓被风卷起之后 竟然慢慢消散 最后所有的黄气都消失 眼看着自己噴出来的黄气就这样没有了 黄鼠狼也很震惊 这道风究竟是什么 其实 五行最丰富是五行道符里面最奇特的一种 这种风对人没有任何攻击性 但是专门对付一些毒气、鬼气、陰气等 这个龙卷风所刮到的地方 只有这类型的气体 就会被他卷走魂飞拍散 之前被黄气噴到视力受限的二哥 这个时候就看清些东西了 他见到黄鼠狼没有反应 左手很快地捉住黄鼠狼的尾 右手跟着又裂上去 鎖住黄鼠狼的肋骨 啪! 将整只黄鼠狼按在地上 黄鼠狼被打个措手不及 他拼命地咬想翻身 但是可惜二哥的对手 好像对大铁键那样 将他按到死一死 都动不到 黄鼠狼说 偷袭本大仙算咩 有胆就和本大仙一对一 人多吓人笑 还巨力神天王我屁 秦宇说 一成精怪万事空 黄鼠狼正 你修炼有成之后 已经算是脱离逐势了 当初的恩恩怨怨 就由他散去 但是你 就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怨 上了个小女生 令到田师傅一家 受了这么多年苦 今天你就不要怪我 废了你的收围了 说完 秦宇双守罪子 按在黄鼠狼正的百会月那里 他体内的念力疯狂运转 顺着手指进入黄鼠狼的头里 念力一入体 黄鼠狼狼正当堂叫了出来 他的身体不停地移动 整个身体 可以看到不停地缩细 最后体型就变成一只刚出生的猫 不够一只手掌那么大 这个时候 他在地上整只震了 秦宇说 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拿来的 你如果不作恶的话 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秦宇就收回手指了 因为黄鼠狼的收围已经被他废了 一只精怪没有收围 就等于由尽登呼 眼前这只黄鼠狼 最多只剩下两个小时的命 秦宇走到二哥身前 他说 二哥 放开他 然后他一振脚 手点在二哥额头那里说 天兵天将 五行雷神 听吴号令 收 当他拿开手指 二哥整个人震了一阵 之后气息一扁 巨力神已经走了 他说 三啊 怎么地上有只猫咪呢 哪里来的 这只猫 就是上了扭扭身的精怪 不过 被你搞定了 他也就快死了 啊 被我搞定了 我这么聪明的 哎呀 怎样是醒不起的呢 二哥本来就想摸一下这只猫咪仔 但是一听到是精怪 当堂收起手 佳恩 二哥是完全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些什么事 被神上身的人 就相当于陷入了深度的睡眠 他们的五官全部关闭了 记不到任何东西 陈鱼说 阿世 你们进来 阿世一进来 就见到地上那只黄鼠狼了 他说 三哥 黄鼠狼搞定了 嗯 搞定了 田师傅 虽然扭扭身体里面的黄鼠狼精 已经被驱赶了出来 但是 现在他身上 还有一些精怪的气息 很容易会惹到其他精怪 你给扭扭我 田师傅听到陈鱼这么说 拿拿就把扭扭递给他 陈鱼接过扭扭 将他的手臂揭开 一排排 麦麦麻麻好像针孔那样的疹就出现了 这些疹 是当初田师傅带女儿去养蜂人那里 说有些偏方 被麦蜂针完之后才出现 巡羽对手 在柳柳手臂上慢慢摸 每一搭摸过的地方 都会有一道氢烟散出 那些氢烟 就是黄鼠狼精 在柳柳体内逗留得太久 留下的气息 如果不把气息剷掉 在乡下 柳柳就很容易再次会遇到一些精怪 过了一会儿 陈鱼说 搞定了 柳柳现在体内精怪的气息 已经被我彻底清除了 不过 他现在身体有些虚弱 等待他醒醒后 要好好调养 我开个方给你 你按着这个方 执药给柳柳喝 大概一个月之后 他的身体 就会变回正常 在《诸葛内经》里面 都有一篇叫中药篇 里面记载了一些药方 其中有一种 就是专门针对 被精怪上过身的人 喝完药之后 他们的身体就会快速灰火 秦鱼就写下药方交给田师傅 田师傅说 哎呀秦大师 真是麻烦你了 我知道秦大师出手够扭扭 不是为了钱 而我又确实是拿不到钱出来 我和秦大师扣个响头 祝秦大师长命百岁 子孙万代 多谢秦大师 多谢秦大师 田师傅 田师傅 不要 千万不要 秦鱼马上扔着田师傅 他说 田师傅 不要 不要 千万不要 你不用靠头的 你若然真的想多谢我们的话 你不如 做一餐烧鱼给我们吃吧 好不好 好夜的了 我们三个都有一点饿了 说完 他就看了二哥和阿四 希望他们可以帮忙 一起劝一下田师傅 好了 扭扭这件事就算是搞定了 那秦宇他们下一期 又会见回一个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是谁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好彩蛋时间 很久都没有通过彩蛋和各位去聊天 不知道各位入了群吗 如果未入群的话 可以是卡加我们喜小悦的微信号 喜小悦的微信号 我们的ID就是 约如史玛拉雅的全拼音 在我们之前鬼神宠 或者超品上司的后聚后面 都有写到这一串的拼音 大家到时就加一加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群中 有小弟瓜皮和赵继斌 都会和大家在群里面进行聊天 而在我们群里面 也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包括赵继斌 也在当中有开直播 和大家去聊天 而小弟呢 在今个星期的星期五和星期日两晚 都会是开直播的 那你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喜马拉雅账号 我个人的喜马拉雅账号 怎么找呢 就是叫陈嘉琪的 陈就是姓陈的陈 加就是加减乘除的加 旗就是广气全旗的旗 如果你觉得打字真是复杂 不知怎样搞 你就可以看回 无论鬼神宠也好 超品上司也好 鬼谷秘境也好 他那个介绍 整本书的介绍下面 拉下拉下拉下去 你就看到主播介绍 是喜马拉雅粤语频道 然后创作团队 就可以看到我这条木契 陈嘉琪 到时就关注我 就可以听我的直播了 我今晚会是直播的 时间应该是九点到十一点 有两个钟头的时间 今天是九月十号教师节 《老饼之夜》也会播一些粵语的老歌 以及会跟大家去互动话题 聊聊聊天 总之是freed 没有特定的话题 你喜欢点歌也可以 你喜欢讲什么也可以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有声书的交流也可以 九月十号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 有一场直播 然后星期日晚 也都是九月十二号 晚上的 我估计都是九点到十一点 到时你关注我之后 都会收到我的直播预告 到时就一起可以在晚上去看直播 可能可以free一些 我们一般喝酒 听着一些好听的音乐 漫妖过这个周末 好了 彩蛋就不讲那么多了 先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入群 微信号加粤语喜马拉雅的全评音 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 关注我 然后在今晚下星期五晚 或者是在星期日晚 九月十号和九月十二号的晚上 去听我直播的 我不出样子 我喜欢神秘一点 去听我播一些好歌给你听 和跟你聊天 到时直播间见了 拜拜 see you there 喂 入群了没有 如果想和超品上司主播佳琪互动 馬上入群吧 微信号添加粤语喜马拉雅全拼音 加我们的喜小月做好友 被知超品上司听友 就可以马上入群的了 蒙铭星 含行的你 罗马最认刺你了 哈 你个死蠢鱼 脆脆脆脆 是这样吧 我们入群再谈了 第二百三十五章 再见南英小队 扭扭的事情解决了 田师傅就很开心了 不停在地上那里 和秦宇他们沟头 但是秦宇就觉得有点尴尬了 于是叫田师傅不用沟了 不如做些东西给他们吃吧 因为搞了这么久都有一点饿 秦宇哥还特意摸了肚子 扮得好像很肚饿那样 田师傅看到那样 快起床说 哎呀 那我做些东西给你们吃吧 他走到厨房 但是 找了一下壁柜 就真是尴尬了 因为 他们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清白 玉子不是说没有的 但是吃了几天而已 不好意思拿出来招待这么多位 这个时候秦宇就说 哎呀 田师傅 我突然想起 不要这么麻烦 我们赶着走 明天还有婚礼 田师傅说 哦 那么好了 不过 等随家他们的喜事搞完之后 你们一定要过来 等我请大家吃饭 多谢各位 秦宇他们三兄弟 离开了田师傅家 而二哥手里面 还戳着那只黄鼠狼精 不过家下他已经断了气 二哥说 哎 秦宇啊 哎 这东西怎么办 秦宇看了他一眼就说 找个地方埋了他 于是三兄弟就去到田野那里 甲手甲脚挖了个坑 把那只黄鼠狼就这样埋了 然后 他们就回去睡了 不过二哥就很兴奋 听秦宇说 是他把那只黄鼠狼制服的 那就不断追问 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秦宇自然就不会回答了 他将二哥推开 然后进了自己房 一声关到门 他今晚都很累 别看他只是搞了几张扶鹿 但是 他的精神一直保持高度紧崩 现在事情解决了 他也开始眼睡了 劈柏一声搭上床就睡着了 到第二天 天梦梦光 秦宇就听到一阵炮上声 推开门一看 啊 厉害啊 一晚而已 老大家里各个厅堂 都挂满了红灯笼和喜智 就连他睡觉那间房的房门 都贴了一个喜智 这个时候 孟瑶他们三姐妹已经起了心了 他们三个 昨晚和红姐睡一间房 四姐妹也聊了整晚 这个时候 都有一点点眼睡 打了哭怒 孟瑶说 趁月 你醒了 吃完早餐之后 整班人就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那老大和红姐今天肯定没有时间陪他们 几个人一商量 你不如去爬山啊 刚好 这个镇的东面有一座山 镇上边的人就经常爬山的 所以座山都不会有什么猛烧 和老大和红姐交大声之后 几个人就走去东面了 只不过 他们走着走着 发现这条街有点不妥 因为见到很多居民都走着去东面 隐隐约约 还听到那些居民说 哎呀 是不是真的有杀人魔来到山那里啊 是肯定没错的了 就是在隔壁镇而已 那个人啊 杀了镇长一家八口啊 现在来到我们镇那座山那里了 我听说还有很多警察来了 个人都拿着枪了 我听说 这个杀人犯 部队出来的 我们镇上边的阿sir 根本就奈他不和啊 走了走了走了快点去看看啦 听到他们这么说 秦宇就停了在那里了 孟姚说 秦宇啊 做什么呀 秦宇说 看来我们今天不能爬山了 有个杀人犯跑了上山 现在警察呢 把山林封锁了 我们都是回去啦 二哥说 啊 杀人犯啊 嘿嘿 这样就要去看看啦 其他人都表示好想去看一看 就连孟姚呢 亦都是跟风响应 啊 秦宇就心想 果然中国人都是喜欢趁热闹的 不过 应该没什么危险的 座山都被警察封锁了 他们只能够在山角那里装一下 于是 几个人就走了去东面了 去到山脚 这里有很多警车停住 甚至还有武装的军容车 很多握枪的警察 将整个山脚封锁住 所有群众都不能迫山脚 但是 那些警察封住山脚之后 就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好像一点都不担心 杀人犯会逃脱的 秦宇看着周围的人 突然间 他看到几个人很熟口面 那个就是邱鸣 邱鸣 作为南英特种小队的队长 今次 是奉命来到这个小镇 他和这个队友 混在人群当中 准备要执行秘密任务 他打算带着几个队友进入山林 但是突然间感觉到有人看着他 他轮转身一看 原来是秦宇 两个人四目交头 都可以感觉到对方眼神当中的惊愕 竟然在这里会碰到你 看到秦宇 邱鸣打了个颜色 喵喵喵鸣隔离的民房 秦宇明白了 就静悄悄地过了那边 邱鸣他们的身份 一般人是不可以知道的 所以他也很省畅 就没出声 跟在邱鸣后面 就去到民房了 刚刚一转弯 一个拳头就打过来了 这拳很有力 带着破风的声音 秦宇根本就反应不及 眼看着这拳 就快打到秦宇的面上 突然间 一只手揽在秦宇面前 把拳头揽下来 出手的人正正就是邱鸣 而出拳的人 秦宇也认为 是南英特种队的狂风 邱鸣说 狂风 他搞什么 秦宇又觉得奇怪 自己和狂风好像没什么仇口 用不用一见面就慎我 狂风这个时候 对眼睛都红了 他挖住秦宇就好像看着敌人 他很想冲上来 把秦宇撕开两边 他说 阿头 如果不是他 坦克不会离开基地 就不会出这些这样的事 一日最醉都是他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会拦住我 幽鸣说 你和我冷静点 这些事 难道还可以瞒着坦克门成西 坦克现在不知道 他以后都会知道 你和我走过一遍 我们反省一下 但是狂风就没走开 依然在那挖住秦宇 最后 狐狸就说 狂风 听阿头的说话 这件事不可以怪秦先生 其实是瞒不住坦克的 坦克迟早都知道的 秦宇就觉得奇怪了 究竟说什么呢 坦克发生什么事 秦宇隐约记得 坦克就是整身古铜色皮肤的男人 他记得自己临走之前 还和邱永他们几个话 叫坦克最近三个月小心点 因为看他的面相 最近三个月会有一场生死劫的 狂风就说 怎么会跟你无关 如果不是你说 坦克最近三个月有难 阿头都不会放坦克大架 被坦克回家探亲 坦克如果不回家 就不会杀人 秦宇说 回家 杀人 难道 上山的杀人犯是坦克 看见邱永不出声 而狂风又一直露怯着自己 他知道 今次被他说中了 那个杀了阵长一家八口的杀人犯 就是南英特总队的坦克 也就是那个笑起来 有点害羞的男人 他实在不能想象 一个为国效力 讲求纪律的王牌特总部队战士 为什么会杀人全家呢 秦宇说 究竟 究竟发生什么事 幽冥沉默了一阵之后 说 这件事 要由振农署的事解决了之后 说起 当时送了秦师傅你回去之后 我就找坦克过来 我当时跟你一样 心想如果坦克这三个月 会出意外的话 一定是执行任务的时候出意外 所以我放了他三个月 等他可以回去探探家人 但是坦克不准 我就直接拿起枪赶了他走 而且告诉他 如果没过完三个月 他就回来的话 我就挖挖他的脚 那后来坦克究竟发生什么事 导致要杀了人家一家八口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好 对 那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